今天心情好吗?我是勇士老师,欢迎来到聊心故事馆 本周的聊心故事呢,是有一位伙伴他提出自己最近的困扰 就是他觉得他的心情不好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然后他常常对自己有比较多的一个要求,希望要做好做满 所以在外人眼中好像就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但也因为这样就是会常常对自己有一些自责的复杂的情绪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困扰呢? 这位伙伴他所选的数字分别是冷漠、完美主义、还有自我肯定这三张聊心卡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读这三张聊心卡呢? 我就从第一张的冷漠开始来说 那因为聊心卡的一个陪谈呢,比较多呢都是要问对方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对方 因为聊心卡其实是一套从三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看得懂的排卡 那这也反映了自己内心的状态 所以这一张冷漠呢,我觉得可能代表的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多,那也做了很多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耗费很多力气的情况之下 那久了就会开始对生活当中的本来有兴趣的事情可能就失去了热情 好像失去了那个活力的感觉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太疲惫了 所以呢,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也会想要保持一点点距离 好,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背后会产生这些困扰的有一个部分的原因 那第二张是完美主义 我觉得这张牌其实非常符合这位朋友提出来的困扰 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是自己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跟期待还有标准 所以不自信的就会自己先要求自己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做得比较累 好,所以这是完美主义这张牌 那当然完美主义也会帮助我们去达到很多的事情 但是就是有过有不及的,当我们可以取得平衡的时候 当然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牌 但是当我们失衡的时候,完美主义就会带来比较多的对我们自我的一个伤害 好,那第三张很刚好的是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顾名思义就是要去肯定自己的能力 去看到自己的优点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两张其实是非常呼应的两张牌 因为我在画图的时候,完美主义跟自我肯定刚好 它的画图的架构是很类似的 但是从图像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 完美主义的人会把剑射向自己,责备自己 那当然可能周遭的人也会感受到他的一个要求的压力 而自我肯定是相反的 就是他一样是对待自己 但是他对待自己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优点 看到自己的长处 那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其实当然就会比较有活力,比较有力量 那我要另外再分享的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完美主义的解套 更根本的其实是爱这张牌 也就是呢,如果你可能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 或者是你常常要去符合别人心目中的一种好的形象 或乖小孩的一个形象 那实际上除了自我肯定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可以好好的爱自己 那爱自己的意思是 你怎么样可以去喜欢自己 去喜欢自己原本的样子 就好像你可以自得其乐的去享受自己 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那当自己有这样的品质的时候 其实那个自我肯定啊 喜欢悦纳的一个感受能量 就会回到自己身上 那这个是这一次的聊心故事馆的故事分享 也欢迎呢,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的伙伴 你只要在粉丝页私讯留言 然后想一个最近的困扰 就是一个哦,具体一点的 然后从1到42号选三个数字留言给我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免费的线上解排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